我 对不起 我不是什么德国酒庄的千金 我骗了你 其实我是个孤儿 在天津出生 在北京长大 养父母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育 让我有机会考进航空公司工作 你说什么 因为是空姐的原因 所以我才有机会旅行 我之所以知道德国DC酒庄的事情 是因为我跟酒庄老板的儿子交往 其实 我接近你是有目的的 我想嫁个有钱人 正好你符合这些条件 所以你是说 那场香水联谊的派对 一直是正好遇到我的 如果那天配对的香水不是冤尾花 如果你遇到的富二代不是我 是别人 你也会跟他谈恋爱是吗 我知道是我骗了 我现在已经很后悔了 自从那件事以后 你让我知道爱可以忘记仇恨 还可以改变一切 高阳 对不起 我不祈求你原谅我 是你真正让我感受到 你真实地爱过我 而我也真实地爱过你 林真心 你让我没有办法不去怀疑你 你现在流下来的眼泪 跟你嘴巴里说的话是一样的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真的 我真的喜欢你 我这么相信你 对你的爱深信不疑 没想到却成了你利用的工具 我掏心掏肺地对你 面对的却是百般的谎言 原来我在你心里一点都不特别 只不过是因为我有富二代的身份 正好被你挑中而已 是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为什么还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呢 你知道你这样伤我有多深多重 你知道吗 你这么多事情 让我跟你分手是不是 我就是不想和你分手 才要告诉你实情的 知不知道你妈在调查我 她逼得我不说不行了 昨天 我公寓进来了小偷 我知道是你妈干的 她拿走了我的护照 她知道我不是TC酒庄老板的女儿 她警告我 要我主动离开你 不然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当面揭穿我 我实在是不忍心伤害你 所以今天 我才选择面对 告诉你所有的事情 如果不是我妈查到了真相 你还会继续骗我什么 骗我跟你结婚 骗我跟你离婚 就可以得到一大笔赡养费 是不是 我还以为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原来都是爱慕虚荣 浮夸败金的一丘之鹤 我不想你侮辱我们的爱情 我真的想留在你身边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爱 如果你不爱我 那我们就分手 我也不会有半句愿念 我错了吗 难道你心里不是这样算计的吗 你 你说你爱我 你说你爱我 你为什么要偏我这么久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干吗 你连分手都说得这么轻松 这么自然 这些 为什么你要给我一个美梦 又要亲手扼杀她呢 你知道吗 失去你 必然我知道你不爱我 更让我痛不欲生 你为何依然在痛的颤抖 再多温柔都是伤心理由 高阳 我如此的泪你化作中口 竟然你都说 竟然你都说 竟然你不要管我 我不是要你虚假的关心和爱情 高阳 你听我解释 高阳 你听我解释 别走 别走 听我解释 开我解释 教授就行了 先听我解释 不要命了 你们两个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傻呢 刚才这么做很危险 你知道吗 只要你没事就好 高阳 我知道你还爱我 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是不是 我不该不相信 你是真心爱我的 你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我怎么会一时鬼迷心窍 因为你对我的感情 是装的呢 你误会我不要紧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丢下我好不好 珍惜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这 这是干吗 带你适应乡下生活啊 走 解鸡蛋去 等等我呀 总的来说呢 我们家鸡都挺守规矩的 要下蛋都知道下到鸡舍里面 但也有那么一两只 实在是来不及就下班道上 我明白这个意思 这不就跟某些产妇鸡产一样吗 来不及了在飞机上火车上车站 就生出来了 是这个意思吧 还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反正呢 你要先检查草丛 看没鸡蛋了 然后再去鸡舍里面去捡 还有 你要特别注意 千万别吓掉正在下蛋的鸡 哎呦 你就放心吧 不管是堆鸡还是堆鸡蛋 我都会一视同仁 非常非常温柔的 爸妈 我带小韩捡鸡蛋去 好好好 慢慢来啊 乡下的事 城里的姑娘做不惯 这是正常的 没关系 我会努力学的 还有阿姨 我的名字叫方小韩 你别老管我叫姑娘了 叫我小韩就行了 小韩 小韩 好好 小韩好 小韩好 小韩好听 小韩 快跟我儿子捡鸡蛋去吧 晚上回来 我们做鸡蛋羹 真的 那 你教我做呗 那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的 那行 我捡鸡蛋去了 拜拜 拜拜 好好好 真不错 不复了 他只是个普通朋友 千万别想太多啊 普通 普通很明 嗨 鸡妈妈们 你们好啊 那个 我知道你们下蛋啊 都特别特别辛苦 可是 我今天必须要跟王翔的妈妈做鸡蛋羹 所以呢 就只有麻烦你们忍痛割爱了啊 小韩在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来 哇 真有这么多鸡蛋啊 嗯 嗯,金媽媽媽好厲害喔! 欸,怎麼樣?我厲害吧? 好啦,走了!我們就回家做雞蛋糕了! 啊! 那個,你不會就是傳說當中的雞蛋的爸爸吧? 哈哈哈哈,高金先生,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是要冰一頭雞蛋的! 是因為我覺得雞蛋可以孵,是吧! 可以付出好多好多小雞! 到時候呢,有一天等他們孤出來了,我一定會帶他們來看你的! 他們可是你的兒子女兒,是不是? 嗯,所以,你不要嚇唬我! 你不要,不要欺負我! 你也讓我走好嗎?好乖喔,乖! 小孩! 我應該不記得! 怎麼樣了,怎麼樣了! 你怎麼坐臥裡了? 我很可怕了! 來來來,起來起來! 沒事吧,你! 沒事著吧! 我的雞蛋呢! 雞蛋,雞蛋在這呢! 你看看,破了吧! 你看! 都怪你! 你说又不是你下的蛋 你那么小气干嘛呀 现在破了你开心了 你跟鸡说那么多干嘛呀 不是 他刚才在捉弄我了 那既然你俩说得那么好 那你们俩继续说吧 我做鸡蛋糕去了 那是我捡的鸡蛋 鸡蛋是我捡的 鸡蛋是鸡生的 那是我捡的 来 汤来了 好 好好好 来来来 菜齐了 开饭喽 好香阿姨 阿姨 你做的饭那么好吃 什么时候也叫我做做呗 别 千万给 上次他说要给他爸妈做一顿饭 让我去帮忙 他也给我累的 掉了我三层皮 你都不知道 喂 我那个时候 也很帮忙的好吧 是 在我的住室监督下 放了好几勺佐料呢 要不是我说 哪个是爷爷哪个是胡椒 什么都分不清 差点做出一份 西班牙泰国酸辣烫出来 你是什么情况你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 毁坏我的光辉形象啊你说 没有 我只是告诉大家事实 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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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嘴很正常的 我跟你阿姨啊 天天丑下 越吵感觉越好 真的呀 寻常人家的夫妻就是这样的 这叫乐趣 吃饭吃饭 谢谢 可是为什么我们那儿 我身边看到的夫妻都不是这样的呀 你们城里人吧 就喜欢戴着面具过来 就是 他喜欢听假话 喜欢听好听的 他就不爱听真话 你想不想吃饭啊你 我是城里人哪 你 快快快 好了好了 先吃饭先吃饭 儿子 小孩 快吃饭 小孩 要吃点什么 吃饭吃饭 来来 好 你 我 不